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吧 可以吧 大家好我是大姐 這三個中文每天都會說 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在台灣應該會國語下去吧 旅文也一樣很重要的 而且有很多說法 所以今天我想介紹這三個中文 用旅文應該字幕說呢 可以啊 跟朋友家人很熟的對方可以說 いいよ 很常用 不熟的對方的話可以說 いいですよ 就是敬語 いいよ いいですよ 五個人覺得いいですよ 比いいです好 因為いいです也有不用的意思 要看語氣跟表情就分得出來 い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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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ですよ的話 對方會很容易懂你說的意思 いいよ 和いいですよ就好了 下一個 可以嗎 在生活上真的很常用 很熟的對方可以說 いい 不熟的對方可以說 いいですか いい いいですか 單獨的說 いい いいですか 也可以 但是比較常用前面有句子的手法 スマスマいい スマスマいいですか 後面有例子 等一下練習吧 然後 いいの いいんですか 也有這些手法 日本很厲害的人也常常說做 いい 和 いいの いいの 有點確認的感覺 これ食べていい 跟これ食べていいの 我可以吃這個嗎 これ食べていいの 的話 這個東西看起來不可以吃 所以想確認的感覺 吃這個真的可以嗎 所以一定會變成這樣的臉 いい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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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可以吧 這個對方有很多手法 很熟的對方可以說 いいでしょう いいじゃない 不說的對方可以說 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いいでしょう いいじゃない 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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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輕鬆一點 更正式的話 いいのではないですか 但是很少說 對不說的人不太會說 可以吧 如果要說的話 いいと思いますよ 我覺得可以就好了 很有禮貌 很熟的對方的 いいでしょう 可以的程度大概八十八以上 いいじゃない的話 大概五十八左右 比較接近中文的 好像可以吧 然後 一手 いいじゃない いいんじゃない いいんじゃない いいんじゃね いいよ そしてソファ 那 そして住人 在前方 3-4-4-4 用那 就一起來 看看吧 ここ 座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はい いいですよ 財布忘れちゃった ごめん お金借りてもいい うん いいよ いくら じゃあ 十万かな うん いいよ えっ いいの 十万も借りていいの 新しいiPhoneさ 11と11Pro どっちがいいと思う? どっちでもいいんじゃない? ちゃんと考えてる? 新しいの買うからこれあげるよ えっ いいん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最後一つ いい的字幕全部用ひらがな來表示 但是 いい 用漢字寫也可以哦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 いいねボタン押してくれるんですか? いいんですか? いいねボタン押してくれるん いいしゅー いいんじゃ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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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ーん そこに好不好 いいんじゃね いいんじゃね いいんじゃね